经上交给我们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无助是修会 无助心里面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一切都放下心清净 清净心生智慧 无助是修会 身心是修福 你看身心佛讲得很清楚 而心不识 不识是修福 修福我们要不要享福呢 享福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事情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教菩萨 菩萨不受福的 我们仔细去观察 行菩萨道的人修福 他决定不享福 为什么 享福最容易迷惑 迷惑之后 没有不造罪业的 所以佛报 要给一切众生去想 自己不要享受 这是佛在这个经上 教菩萨 教菩萨就是教导 我们的 其实世间人所谓的佛报 佛报 佛报哪有标准 前面曾经跟诸位提起过 有许许多多人来伺候 那是佛报吗 一般人看到是佛报啊 年岁大的人没有人照顾 自己还要烧饭 还要洗衣服 我们看到没有佛报啊 我的看法 跟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老年没有人伺候 自己能照顾自己 就显示出他身体健康 身心健康 健康是佛报啊 多少人伺候啊 一身的病痛 哪来的佛报 健康是真正的佛报 所以你要是很冷静 面面去观察 自自然然 这个道理 已经明了了 听开意见 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 那么经上这一句话 我们就不能够错会他的意思 发上印血 这一句话的用意 是叫我们 事出世间法 都不要放在心上 但是佛的教会 一定要认真去做 要一教奉行 一教奉行是 而生其心 不把他挂在心上 若无其事 这就是 发上印尸 这个意思 不可以 错会 这个接着 佛必须把这个 所以然的道理 要说清楚 不说清楚 单单讲个 发上印尸 为什么要是 佛说了 无有定法 佛唯一千众生 说法 给主说 没有定法 没有定法 意思就是说 法是 预言尸 的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诗 每一天讲经说法 没有预备 我今天要讲什么 明天要讲什么 没有准备的 如果要有准备 那就是定法 没有定法 四生们 狙击 这一堂 没有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静坐 有问题的时候 随时提出来 随时提出问题 佛随时为大家解答 以后记录下来 就成为经典 这个经典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 众生有疑惑 佛为他解答 哪有定法 那我们知道 世尊当年 这些学生们 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的 一千二百五十人 长随众 这些长随弟子 还包括一些在家的后法 都是祝福菩萨 道家慈航而来的 他们是来唱习的 帮助释迦牟尼佛 来教化众生的 真所谓 一佛出世 亲佛拥护 这你 佛就给我们做一个 最好的榜样 佛与佛 有没有基督 没有 释迦牟尼佛 实行称佛 其他的一些辜负 实行做他的学生 同一个目的 帮助众生 破密开悟 这目的在此地 就像唱戏 哪一个唱主角 哪个唱配角 没有关系 前台跟后台不一样 在后台 可能唱配角的 甚至于打龙套 扛大戏的 是他的老师 学生在唱主角 那么这是我们在戏台上 常常见到的 祝福菩萨 教化众生 就像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个 弟子当中 最出名的 知名度最高的 摄利弗 木剑林 都是故佛 再来 不是普通人的 居私当中 为莫长者 经说如来 再来 都是成的佛的 实现 在家 居私 做佛的 在家 弟子 我们从这个地方 应该要得到 歧视 要在这个地方 学习 佛法 不仅仅 四众是一家了 净虚空 变发界 足有一切众生 是一家 几个人知道的 如果明了是一家了 不但我们四众里都没有排斥 对外教都没有排斥 比如 像天主教 基督教 我们最常见的 过去 我在学佛法的时候 在台中 黎宾南老居私 每逢 寒暑假 办一个大专佛教讲座 差不多 我都会参加 我们图书馆附近 就有教堂了 这些教堂里面的 信徒 常常到我这里来找麻烦 那个时候我在图书馆工作 我还没出家了 说我们佛教 是迷信 拜偶像 跟魔鬼在一起 将来都要堕落 说的话很难听 长篇大论 我有一次就碰到这么一个狂人 我碰到了心里很欢喜 我用机会来 那天正在越南室里面 很多人在那里 看佛书的人不懂 看报纸杂志的人不懂 他在越南室里面批评佛教 我给他起了一杯好茶 供养他 让他韵韵喉咙 痛痛快快的讲 他这是兴高采烈的 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都在旁边点头 是 是 点了两个重点 我旁边这些同修看不到的时候 哎呀 他这糟糕了 那时候他叫我徐居士 他说今天怎么搞这个样子 那就是一点达辩的能力都没有了 我都是射电头 让他尽量发挥 发挥到最后两个重点了 他很累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还有没有的讲究了 他说可以了 哦 我最后说了几句话 我说 在台湾 信佛的人这么多 你如果能把佛法 佛教真正批判不倒了 救度这批众生呢 你的功德很伟大了 啊 这么多白偶像的迷信的人 你能够把他 叫回来 你了不起啊 他听了很得意 我赞叹他了 然后我问他 我说我请教你一个小问题 那好 他能神气十足啊 我说假如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啊 是不是先要把这个文章看一遍 那当然的了 当然的 我说你批评佛教 佛教经典 你有没有看过 他就傻了 我说这个地方 每个星期三 讲经 你有没有来听过 他又傻了 没听 我说 你说的话有问题啊 知己知彼 不战不胜啊 你对于佛教一无所知 你在这个地方 两个小时的狂言 你不怕在座的这些人笑话你吗 我这几句话说 他满面痛哄 所以我的几句话 他搞两个小时 我只两三分钟啊 就把他解决掉了 他最后呢 小同学 哎呀 你怎么厚 我说让人家罚 罚得足了 一棒打下去啊 他都会醒啊 所以我欢迎你来批评 欢迎你来解救啊 这些说佛迷信之人 但是你的条件呢 一定要来读大藏经 一定要来听经啊 然后你才能够真正抓到这个佛教里的这弱点的你来攻击他来批评他 如果你一无所知啊 这个信口赐黄 这是不足以为人财心 显得你很轻薄 这个人算很不错 是个外财人 到第二天把他这个教堂的牧师带来见我 那个态度就很温和 很客气 所以佛法这个量 信量非常废大 对于所有一切宗教 甚至于恶意诽谤批评我们的人 我们都不放在心里 我们一样用爱心 用关怀来帮助他 对外道尚且如此 侯宽宽我们同盟 所以佛的实习 是以身足足 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子 不是一口劝我们 度化众生是好事情 你在这个地方已经设了讲堂讲经 我们大家帮你忙 不意不一定要我上台 这个功德才是我的 哪有这种道理 谁做都好 别人做比我做更好 为什么呢 做的人很辛苦啊 我们不要受这个辛苦 我们功德是一般的 目标方向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破密开悟利苦的路 那么在我自己经验当中 我讲经 法师到我这儿来听经 鼓励信徒来听经 我一生只遇到一个 香港的神义法师 1977年 我在香港讲 问言经 神义法师 来听了三天 就号召他的信徒 劝导他的信徒 要到我这个道场 来听讲经 非常难得了 我们看圣义法师的行驶 实在讲 跟早年的虚云老和尚 没有两样 神义法师是残残的 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所有一切供养 都拿到大陆去修庙 所以大陆的佛教 叫他做财神菩萨 对于大陆 这个佛教的复兴 最有贡献的 就是唐老人家 他是潮州人 住在香港大陆山 这个人为佛法 没有私心 我们也曾遇到 不少的道场 劝信徒不要来听经 很多啊 劝信徒不要来听经 可是我们的态度 绝对是对众生有利益的 我在加州 有一个同修写一封信给我 他出家了 刚刚出家 师父教给他 要读哪些经典 怎么样修行的方法 他写一封信问我 因为没有出家之前 一直听我的论带 都老是念佛 问我怎么办 师父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 我写一封信告诉他 一定要听师父的教导 你跟哪一个师父出家 一定要听那个师父的教导 你才会有成就 师父对你一定要负责任 他要把你淫入歧途 他被淫过责任 所以你选择道场 选择师父 要谨慎 你跟这个师父有缘 跟这个道场有缘 一定要以真诚心的 去学习 这样才有成就 不能三心而已 所以我劝他 把我的那个东西 可以当做参考 甚至于可以放下 听从老四的教导 这是我们帮助他成就 我们不破坏他的道场 绝对不可以说 你似乎那个不如法 我这个如法 那成什么话 那个这个就不是自占毁他了 菩萨界里头 这一条是中界 凡王界里面 没有列在第一条 这个 于切界本里头 这个列在第一条 自己赞叹自己 回望别人 是多阿比地狱 阿尼исто福 阿尼исто福 阿 祢 陀佛